這不能幹別的 但是不會再跟你傳農接代了 這種情況下 經濟上首先被斷代 文化被斷代 已經被斷代了 徹底斷代 社會關係斷代 社會 工業 經濟 紐一切全斷代了 那麼最體現在哪呢 就是外國投資者 過去三十年的外國投資者佔了中國經濟的75% 一度時間佔了85% 然後佔了75% 現在佔多少 大概在55%到60%左右 那這些東西撤走以後就什麼呢 從你零到一百 你不是墮了到零 你是直接墮到政府零以下去了 因為老百姓的基礎在50上 不在零上 是吧 社會的需要消耗在50以上 那外國人一撤走 你全沒了 這些所有三十年的發展 都將成為共產黨和中國人的災難 特別是現在的孩子 現在車沒油了受不了 油顯貴 你過得太好了 未來就別是油 連車也都沒有 你還在乎油嗎 是不是 蕭建華要在上海開審 是不是 今天是新聞 蕭建華在沒抓以前 你給蕭建華談油錢 他說你神經病啊 我老子也不加油 我也不在乎油 現在你給蕭建華說 哎 哥們 現在你在乎油價嗎 他不在乎油價 他想活著 是吧 很多孩子還不鬧明白 你活著就已經給你面子了 開車 你還油櫃 你未來你有車嗎 你沒車 你腿都沒有了 你有什麼車呀 所以整個中國的經濟現在到了什麼概念 崩潰前的起碼的征兆 大家記得當年蔡厄 大清朝 民國初起 是吧 大家從1901年到1930年之間 看一看1933年 當時大清朝 都覺得貝勒們 王子公爵們活得好著呢 你在梁思成 梁啟超 還有林徽因 他的《回憶傳》中就寫道 很多人從歐、留美回去啊 見到那些清朝的王爺呀 都覺得中國大清朝未來無限美好啊 清朝還是世界的文明的地方 是吧 然後告訴他們說 哎呀 經濟有點不行 那大清朝的銀子用不完呢 是吧 就很簡單 就是蔡厄離開到火車站的時候 就是袁思凱跟折騰事的時候 旁邊說了句話 是吧 把錢存到匯豐銀行 傳開 馬上貝勒王爺就把所有的金子 金子 全存到了匯豐銀行 花旗銀行 大清朝經濟崩潰了 最後這些金子 銀子去了哪啊 都去了美利堅共和國 還去了日本 很多人說 蔣介石帶走多少黃金 你有問過日本拿走你多少黃金嗎 你敢說話嗎 你不敢說呀 對吧 今天的中共國就這樣 所有有本事的錢都存在洋人的手裏面 是吧 都存在美國 日本 歐洲 那現在問題來了 香港現在出現了個問題 馬上 匯豐銀行一定是會被制裁的 不允許用 就是西方國家不允許用匯豐 那麽同時 像平安 馬明哲 陸金索爾已經被下市了 他跟西方搞了一堆的金融票據 什麽保護貸呀 什麽散保單呀 你給我保 我給你保啊 說白就是騙局嘛 那西方現在要跟他全部都是要脫鉤 保險脫鉤 金融脫鉤 銀行脫鉤 然後做好美帝國主義 對俄羅斯同樣的經濟和金融懲罰錢的準備 那這些人的錢絕對不會存在 美國的長幣管轄權範圍內 也不會存在歐元因為他聯盟國 也不會存在日本 他存哪去啊 大家最近發現新加坡有意思啊 新加坡發的金融銀行牌照 都是發給中國人的 他這不發給咱洗臂啊 是吧 他都發給中國人 相反美國 歐洲 英國 包括日本 最近提出來大力支持發展數字貨幣 而且提出一系列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 是由當地的央行出的啊 都沒有一個國家還有明確的數字貨幣的監管機構 還也沒有法律 就是一個一個現在出就是散彈式的 散彈式的打亂槍 日本說了 要任何人要搞穩定幣 必須和日本的當地的銀行聯合開發 英國已經基本上馬上要公佈了說 任何穩定幣必須和當地的銀行 就是你在他銀行開戶 你的所謂穩定幣的錢 必須在他錢裡控制著 那麼現在世界上最友好的國家 對貨幣就是阿布札幣 阿布札幣很明確你了 就是你可以搞這個穩定幣 但是呢兩種穩定幣 大家記住啊 兩種穩定幣 一種穩定幣 我 比如說咱們洗幣 現在到美國搞叫美元 我在你美國美聯儲財政部登記了 美聯儲和現在的所有的這個財政部 說我同意你作為穩定幣 我來給你背書 那你的前提是什麼呢 你洗幣要把賬號開在美聯儲美財政部 你這個錢你不能亂動 你要在我的監管下動 這是真正的穩定幣 這叫國家批准的我負責任的穩定幣 這是接下來的一個全球的流行 對法幣來講保護了它的利益 就你跟它是合作者而不是競爭者 或者不是挑戰者 是個友好關係 那麼第二種這個幣是哪呢 就是我沒跟你商量 我沒有你批准 我也不需要你批准 我自己選擇了開戶銀行 有人銀行我開戶 法幣銀行 我就錨定叫美元 我就叫比如說習美元 還是明天叫泰克斯叫做 泰克斯美元 還如斯美元 是吧 都可以穩定 我把錢存在銀行 我不動它 我不需要你任何人給我背書 我也不需要你給我批任何牌照 人家也不承擔責任 你自己保著這 那這叫穩定幣 現在世界只有一家洗幣 洗幣不是政府已經背了書的 也不是這個 還有第三種啊 地上就全世界亂騙局的了 就是LUNA呀 Straven呀 說你看 我穩定美元 但是呢 我錨定的是什麼 我錨定的是比特幣 我錨定的是什麼什麼 這比那比一個組合 還是什麼以太幣 那說明什麼 你放在這兒錨定的錢 我是可以動的 那就是騙局了 因為那邊就沒了 你就沒了 你能動這個去買這個黃金 或者去買什麼什麼 床上幣 或者買比特幣 那你就可以干任何事情 所以它設局給你掏走了 那是假穩定幣 世界上只有一種真正的穩定幣 就叫洗幣 但是未來的走向 就是真正的 跟各國央行批准的 大家把錢放在那個監管帳號上的 那叫穩定幣 但是我請問 你說咱洗美元放在那兒 你有啥寓意啊 對我沒有什麼用啊 我沒有啥好說啊 是不是啊 我剛才有戰友這個 我看一眼手機說 今天如斯美女上來以後說是 這個像一個人啊 像這個叫做20年前的蔡英文 他今天早上我就看了 看了半邊臉啊 半邊臉 半拉綁的我就知道 我是20號蔡英文 實際上我見過蔡英文很多次的 我見過蔡英文本人很多次 蔡英文本人比電視上好看 但是如斯比他好看多了 實際上他像兩個人 就是這個如斯 就是如斯 還像跟你七嫂子就像一個雙胞胎一樣 你知道嗎 真的啊 挺像的 原臉啊 超級原臉 但你七嫂子就是 你倆很像 那你七嫂子有些特徵跟你不像 但是看上去就像兩個人一樣 所以今天看著很親密跟你直播 所以我很興奮啊 那麼就像咱現在 現在大家要看到的這個 這個所有的這些穩定幣 請問大家 長臂管轄權 中國的幾萬億的錢在外面 他會去你那些穩定幣嗎 他不會去 他不會去你美元系統 不會去你歐元系統 也不會去日元系統 他需要一個絕對相信的穩定幣系統 對吧 所以現在很多外資在跑 中國的海外錢不知道去哪 那這種情況下發現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習美元如果是 走到第一個級別 我跟你美國合作 對我沒有任何好處 我錢放在你美國 我不能動 我憑啥呀 我管理 你泰克斯的錢 你放在洗聯儲了 我擱在美元那 我不讓我動 我有啥好處 我憑什麼承擔的責任 而且我的目的是 要把所有海外的中國的 當年老百姓的錢 合法地保留到西聯儲來 所以 西聯儲會有其他的比 那阿伯扎比是最友好的國家 就是你到我這兒來 我絕對不會受任何所謂的美國長臂管轄權 你知道阿伯扎比錢叫什麼嗎 你知道什麼 如斯美女 泰克斯哥哥 叫AED 大拉姆 他叫哈拉姆 就是那個 他就簡稱叫AED 阿伯扎比幣 他是一塊 相當於一塊零八的人民幣吧 他也是跟美元掛鉤的 絕對全世界最最乾淨的幣 如果全世界現在最乾淨的 最穩定的幣 應該是阿伯扎比幣 因為他有石油 他有鉤定 他有黃金儲備 國家人口少 錢多 是不是 幾萬億美元現金 但是擱著呢 而且跟美元掛鉤 他最安全的 而且不受美國監管 你管不了我 對吧 而且現在對數字貨幣 最友好的之一 就是 除了巴哈馬 巴哈馬是最友好的 巴哈馬 還有一個這個 萊特斯敦 現在瑞士也很友好 那最友好的就是阿伯扎比 阿伯扎比未來要一系列立法 而且是有權力 有能力保護你的數字貨幣 可能阿伯扎比排第一 那絕對排第一啊 咱們現在阿伯扎比啥沒發生過 啥沒發生呢 咱只是說 那是一個我們友好的國家 所以我們 我們知道它 但是是好是壞 我們就會說 就會說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我想告訴什麼呢 大家要記住 世界上急需一種 既不受歐元也不受美元 也不受共產黨約束的貨幣 而且在全球能流通的穩定幣 而且在全球馬上可以提現的 法幣和能連接的數字貨幣 這時候你就看到 碧安這個王八蛋 這個小王小兔崽子就出來了 這個碧安 七哥告訴大家 它是完全犯罪洗錢 它是完全是和共產黨勾結的結果 如果你不相信你叫趙長鵬 它回答以下三個問題 我上次已經說過N次了 它過去幾年是三無經營者 沒執照 沒有場所 沒有任何合法的批准的 任何手續的三無牌照經營者 第二個 你讓它回答 中國人多少人在開賬號 中國共產黨情報部門 跟它有什麼聯繫 它給共產黨藏了多少錢 特別是分泰黨 分泰黨 這個毒品 包括在 在整個暗網使用的錢 你是多少錢 這幾百個億美元去哪了 這是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 所有過去沒有KYC的人都是誰 沒KYC的人都是誰 是不是 趙長鵬的錢放在哪 趙長鵬所說的只發行兩億個幣 他到底發行多少個幣 趙長鵬發行了二十億個幣 這二十個億幣都流入到哪裡 如果你們不相信 你們咱們法庭上任何人 我願意給你們的法庭上任何人 趙長鵬發了二十億個幣 所以說 假數據 假信息 假區塊鏈 假情報 假背景 沒有合法執照 那麼這種情況下 現在我們看到了 這當時的火幣 LUNA STABN 一堆的幣 最後的結局是什麼 全是共產黨控制 這就為什麼共產黨要搞BSN呢 他要讀 就是 美國人 全人類人都不能看我的遊戲規則 就是我玩這三張牌 永遠不能看我牌印了啥 因為我這牌裡貓女不能讓你看見 啥叫區塊鏈啊 就是全世界每個人都可以看的 你不可逆轉的記帳方式 用區塊鏈數字記帳方式 全球電腦都同時和你一起工作的 就是監督人嘛 那BSN就共產黨就玩這個遊戲 全人類誰都不能看 只有我中南哥能看 誰推廣BSN的 火幣 泰幣 趙長鵬 還有二十幾個 所有推廣BSN的 所有的 就是不公開這個公鏈的 這個密碼的 數據的 全都是騙子 都是共產黨背景 就這麼簡單呢 你說現在區塊鏈有一個最根本的問題 你公鏈和私鏈的就這兩個差距 就這幾家技術 你為什麼玩BSN呢 是不是 比特幣是一定會被淘汰的 一定會 技術 成本 還有它過去的幹的事 一定會被淘汰的 比特幣只有七哥說了 6%的人擁有96的幣 它怎麼可能是去中心化呢 那麼現在全世界積蓄於這樣的幣 我現在我認為只有洗聯儲 能實現這個 人類上 全球合法流通 跟共產黨沒關系 完全是 可查的撕鏈和公鏈的兩種幣 躺平幣和洗幣 而且完全可以在 美元、歐元區之外的另外幾種幣 就是說 完全合法流通KYC過後的穩定幣 所以共產黨現在害怕了 非常害怕 就在昨天早上的時候 某個人跟我說 七哥 我跟誰誰誰 副總理見了個面 說你跟那個瘋狂的哥們 就不提七哥名了 瘋狂的哥們 最近有聯繫嗎 他一聽啊 他就說的是我 他說 你說的是誰啊 他就說了另外一個人 啊 你別裝了 就那搞什麼這革命那革命的 還搞健身的啊 最近還賣藥 賣什麼解藥 然後呢 他說啊 那我說 你說的是他 他說那我知道了 老七 別提他 別提他 他說別說明啊 跟他最近有聯繫嗎 他有聯繫 為啥有聯繫 他說我全家人都不打 都不打疫苗 他你想讓我幹啥吧 跟他說說 都鬧成這麼大了 是吧 也出了名了 他也註定就是個歷史性的人物了 一定是個不同反響的人物了 也幹那麼多事 成為傳奇了 也當歌星了 是吧 也有錢了 他說把那洗聯儲 為啥不能跟國家合作呢 維護國家利益呢 當一個國家民族英雄呢 這哥們說 你他理解的國家跟你不一樣了 你也都知道了 他說 二十大之後 他就會接受這個國家 二十大之後 這個國家基本上 跟他想像的國家那個模型 長相 發展都是一樣的 他說這個家伙 是你們說的話的 這有意思啊 泰克斯兄弟啊 有意思啊 有意思 有意思 這什麼意思 哇 哇 太牛了 然後呢 然後呢 就是一段深刻的談話 他說 誰也沒想到 這個家伙能整出一套 這麼個金融系統 一個月前 他說我聽報告的時候 說他這個幣 最終會達到零 郭文貴在去年 他說上限以後 我們內部判斷 兩個月到三個月 洗幣 就是圈個十億八億美元 他就會虧到零 然後是四個月 五個月 六個七個月 到現在為止 大家知道 這個交易量 我都傻眼了 我真的傻眼了 這交易量這個簡直是瘋了 你們沒有 大家但凡有腦子 算一算這個交易量意味著什麼 你們要算一算 很多基金在炒這個肯定的 但是人家炒是拿錢炒 人家不是拿路大腦袋 拿著談句給你炒去 也不是石耀岩 拿著回身發抖給你炒去 當戰爵給你炒去 也不是九指腰拿手朵給你炒去 真錢炒 為什麼 他們說 你看郭文貴這個人 他未來要幹這幾件事 他都弄成 一定有好幾個國家 我們都知道 最後會認可他這個穩定幣 會認可他的洗幣 他們已經知道了 好幾個國家大的機構 想買我們明年的幣 想買咱們這個明年的發行幣 你知道 Tex 你知道如此 這很誇張的 明年有十億個幣 洗聯儲可以發十個億 也可以發一個億 它可以不發 留著 同樣 它給任何人發 都是有條件發 我給你Tex發 Tex你買吧 買完以後你五年鎖定 那你就這五年鎖定 是吧 我要爭取的事情 讓他拿出一部分來 打折給咱戰友 比如說 Tex和 有這個 如斯妹妹 你倆有多少幣 要十萬個幣 今年價值多少 四百萬 四百萬的話 能不能貸款 貸百分之五十呢 是吧 我的幣反正也鎖三年 我也不動 那你貸給我五十行不行呢 貸給我五十錢 我再買 我再認賣 認購你今年的幣 今年的幣 你給我打個戰友哲吧 就是它是法定的百分之二十折 那麽能給多一點呢 那就是今天如斯 你所有的幣沒動 你就多了幣 你Tex多了幣 如果他要同意的話 戰友們就無形中增加了幣 你沒有任何成本 是吧 然後你把利息規範一下了 例如 那麽現在某些國家的基金就說了 我現在買你的幣 我給你保證十年內不買 我只給你要一個基本的價格保證 我買多少錢 十年內你不要讓我貶 你別讓我貶低就行了 因為它有個通脹嘛 每年百分之五的通脹 是吧 我只希望這個幣有一樣 你給我一個借幣 叫我能流通 比如說三星 你買電視機 我讓你運行買電視機 就拿我的幣來買 是吧 那增加流通性 我不是我的幣在賣 是我的幣在加流通 然後逐漸就流通 我不要再穩定幣 我要穩定幣幹嘛 當你這個幣我成硬頭貨的時候 你就成了人家穩定幣了 比如洗幣要保持兩年三年 都是四十塊錢左右 你根本不需要洗美元 因為很多人都要洗幣 幹嘛要你洗美元呢 還有一個 很多人就拿著 HCN當穩定幣了 對吧 就寫有法幣的資格了嘛 所以穩定價格 是所有機構投資者的夢想 它不是你價格的高高低低 很多人像投機者說 哎呀 機構今天漲到一百吧 我告訴你 今天能漲一百 明天就是漲到一百以下 就變成零 大幅的浮動 對你不是好事 它穩定才是好事 對吧 那麼機構投資者 那是長期的 說 如果你能保持長期這個價格的話 它就變成了法幣了 數字法幣了 你想想如果洗幣要是3.5年 一直這個價格的話 你想想它不一定就是法幣 但你是有限制的 那你就成了一個母幣了 就是什麼 你的一幣可能比很多幣都值錢 價格在這兒 但是一幣難求 所以說這個哥們跟他說 他老郭這個事能搞成 就是老七的人能搞成 他要搞成對我們是個大可怕的事 為什麼 所有海外的這些人 就像當年的貝勒和王子一樣 把所有的銀條 金磚金條 存到花旗和匯豐銀行去 一夜之間就是大清朝被掏空了 沒錢了 北洋軍也沒錢了 是吧 完了 這是真正的洗聯儲的目的 也是洗聯儲的價值 洗聯儲的目的和價值就是要滅空 就是要把共產黨的錢從黑洞一樣給它吸過來 共產黨意識到了 那麼最近所有在廣東香港撤資的人 看新中國聯邦的 我可以告訴大家 他只要是人他不是畜生 他只要有一點正常腦子就知道 我們說的都會發生 我們有無數的事實證明給全世界看 而且我們還會證明給它看 最重要的事情是洗幣、洗聯儲、洗美元一系列的發展 包括蓋特 已經證明給全世界人看了 那麼接下來 大家看到新中國聯邦6月4號的另外一個價值 就是新中國聯邦向全世界展示了 過去用事實那個視頻來證明了新聯邦說的能不能發生 也給全世界一個最大的警告 同時加速了共產黨的經濟的崩塌 經濟的滅亡 然後我們的信心就是共產黨的真真正正最恐怖的 因為我們會得到人心 他最怕失去人心 特別怕老百姓聰明、智慧、發現了真相 這也是六四那天帶來的意義 六四這個字太了不起了 死亡和希望 是吧 滅絕人性和一個無私的奉獻和分享 所有六四的生硬的坦克 對同類的摧殘 和最後的洗腦和對鮮血的整個的 在天安門上的全部給抹殺 和新中國聯邦為他們 數不相識的同胞爭取真相 維護他的權利利益 保護他們的家人 而且無私的展示和共享美好的未來 我們代表了陽光、健康、希望、美好、和諧 是不是? 人類的最基本的主題 而過去的六四是代表了死亡、殘忍、暴掠 對同類的鎮殺 這裏邊的意義是多大呢? 那個酒、那個喝、那個吃 不是那個戰友說你貧窮 你貧窮不是因為新中國聯邦 你貧窮如果跟我一起滅共你就不貧窮 是吧? 你要問你為什麼貧窮 是共產黨讓你貧窮 我們展示這些圖片這些東西不是懸繞 是告訴全世界一個基本的真相 我們能沒有共產黨也能活得更幸福、更快樂、更有尊嚴、更安全 而且是高尚的 我們有喜馬拉雅的目標 我們有一個建設新中國聯邦的信仰 我們有個滅共的宗教的一樣的意志 這才是目的 不是小福利的長腿 不是這個菲菲的長相 不是菲菲的什麼細白的皮膚 也不是一個一個的帥哥 是不是? 這些大家都不缺啊 而且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保持道德理性 絕對把性這個所謂的權利的附庸品 變成一個最高尚的互相尊重的一條紅線 我們展示的就是這個不同啊 對吧? 所以說我們這一切 都給共產黨每時每刻帶來了巨大的威脅 它必然被滅 那麼相信這些滅亡的人 當然會離開中共國 離開香港 洗碧必然無限強大 你們看到這洗碧 還早著呢 共產黨最近對我們進行了一系列的失壞之後 它發現不但沒失壞 雖然沒有馬按照時間發給我們牌照 但是人家現在發現了一個問題 洗碧如此之穩定 經歷過了這個數字的整個貨幣的一個大崩潰的時代 更加相信我們 我們更有機會 所以共產黨的愚蠢 它永遠是給自己挖坑 如果我們要擁有一個14億人的國家和土地資源 我們會把這國家經營成什麽樣子 我們在一個人家的國家 我們從零到今天喝上那樣的酒 吃上那樣的飯 擁有這樣的戰友 擁有這樣的同類 試想如果我們擁有共產黨的幾千億分之一的資源和能量 我們能把國家經營成什麽樣 量達到平時的十倍以上 我想已經足夠說明了問題了 那我想代表再你们问七个一个问题 就是您能不能透露一下 有几个主权国家准备在六四前承认洗碟呢 因为中共的破坏和阻挠 它已经被迫推迟 那请问现在的进程如何 洗碟的第二批十亿美有没有发行计划呢 谢谢 首先一个在六四以前 有三个国家是准备好的 有准备好的 在镜头前直播的有一个国家是战友 咱们战友来做的 基本上快完成了 但是呢最后到现在还没有结果 另外这两个国家呢 是不叫也不能叫推迟 就是他们希望我们再提供更多的资料 昨天上午又第 它是第十一波的 就是他们的财政人员进行了 就是问话很细 非常细 有的就是达到十三四波问话 那么另外一个国家呢 是完全是因为政治威胁 共产党跟他说 如果你敢批给他这个东西 我们所有给你的什么武器呀 供给呀全都听 一系列的威胁 但这个国家做好了 他说我们最终会把这个问题解决完 就是在共产党再多骗点武器 多骗点钱 多骗点的时候 然后我再批给你 是吧 这三个都会过 那么另外一个这个十一币是必须按照白皮书法的 他多一币都不行 多一个都是刑事犯罪 也不能少 就是他必须到这时间他有这个发币权了 但是之前没有 到那个时间大概是就是一年嘛 他就有这个发币这个权利了 他可以不发 但是他有了发币权 那么咱们战友们一定是我们争取的 今年还要争取站到十亿币里面 我们在那想尽一切办法跟他们商量 因为他不是咱的嘛 咱们新中国联邦通过联盟委会跟他商量 咱们要拿到其中 最起码 百分之二十到三十 两亿到三亿币 如何让战友获得币 获得更加便宜的币 首先我们希望现在价格暴涨 第二个不希望战友再拿出那么多钱 战友也没钱了 拿出钱 咱本来就穷 还有一个就是让战友拿到这个很好的价格的币 正在努力中 请等联盟的通知 谢谢 好 谢谢七哥 七哥我想就是在追问一下 刚刚那个关于这个交易量的问题 那你说现在是这个基金在背后做 他们到底想要做什么呢 因为我看到好像价格一直在往下压 然后很多人就是 然后趁机又进场了这样子 他现在呢就是两个目的啊 第一个呢 所有的这些基金又更多的一些基金进来了 他们在二级市场买呢 买卖之间他本身就赚钱 你比如说你今天你卖了31 我32给你买了 对基金来讲我就赚了一块钱 这是很大的钱我当天一笔就赚了这个钱嘛 买卖本身就在赚钱 赚中间的这个利差 同时呢更重要的事情 他希望这位战友们就是会出手 你出手了第二个目的就我买走了西嘛 是吧 然后他希望他们这些基金呢在一起 形成联盟 就像那个Mr.Queen 那个韩国的小老虎基金一样 是吧 那六家银行发现都是一个人签的协议 说哥们咱都买了同样的股票 咱大家别卖 行不行 最后那六家银行说 不卖 那你要卖怎么办呢 谁担保你 你要提前卖把我抛怎么办呢 说不睡 摩克斯坦利高盛说 我保证不卖 保证咱都不卖 咱能保持这个价格 咱谁也不会赔钱 最后这四家银行说不行 我得卖 我得向我的基金交代 最后高盛说 你确定吗 你确定上洗手间了 到洗手间里边 以前约定好 啪发出个信息 两个笑脸 那边就开始抛了 然后回来以后 喝酒喝酒 是吧 路易十三喝酒 拉肺 茅台 这类似于喝 说不定有美女呢 这瓶摩克斯坦利 喝酒喝酒 俩人都同时上了厕所回来 跟这四个基金喝 喝了六七个小时 发生啥事不知道 等第二天早上醒来 发现摩根高盛的 所有跟这个 小老股基金 吃的股全卖完了 全跑完几乎没赔钱 他四家基金一看 哇塞 我也得砸 一砸砸到零了 一千亿的厂子 这一天早上